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79岁 未免太过年轻 其实早在赌王何鸿燊去世的时候 罕见现身的蓝穷英两次现身都看得出来 身体状态不算很好 身体在那时候就已经亮起了红灯 一次是坐着轮椅现身 一次则是由家人搀扶着走路 当时也能看出她的伤心过度 在赌王下葬当天蓝穷英坐着轮椅现身 身体状况看起来非常不好 但当时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都在赌王身上 从而忽略了当时的蓝穷英 据了解蓝穷英的抗癌之路已经走了一年之多 只可惜她终究没有抵过病魔的摧残 在一周前被送进了养和医院的ICU病房 于6月11日离世 在蓝穷英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有子女都陪伴在她的旁边 陪着她走完最后一程 这对她来说想必也是幸福的 而她的葬礼则全权交由何超穷负责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网友们也是异常震惊 据悉蓝穷英14岁遇到赌王 并按照当时的法律成为了赌王的合法歧视 而三太和四太和赌王的婚姻 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蓝穷英14岁时嫁给赌王何鸿燊 当年何鸿燊的发妻李婉华突然患上结肠炎 便访名医未能根治 只能长期服药吃流质食物 生活长期不能自理 现在看来李婉华很像得了癌症 李婉华倒下后 何鸿燊急需一个闲内住 帮助她料理家务运营公司 精明起扬干的蓝穷英 就走进了赌王的视线 蓝穷英嫁给赌王后 跟大方李婉华似乎并不和睦 李婉华做东宫长居澳门 蓝穷英则久居香港分庭抗礼 因为李婉华身体不好 蓝穷英实际履行了大方的职责 但凡有大型的供应活动 商业应酬 陪伴在赌王身边的总是蓝穷英 蓝穷英的精明强干 遗传给了五个儿女 尤其是长女何超穷 小女何超姨 都是驰驰日久的商业经营者 赌王的事业 在蓝穷英事业部的辅佐下 兴旺发达 何鸿燊身上有一些争议 蓝穷英身上也有一些争议 大多都没有实锤的愈加之词 李婉华跟蓝穷英不和 1973年在葡萄牙遭遇离奇车祸 整整一个多月昏迷不醒 季取女儿何超贤回忆 李婉华醒后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行动迟缓不动进食 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生活能力 命运总是太残忍 李婉华的悲剧八年后 再次发生在其儿子何优光身上 1981年 何优光驾车回家途中遭遇惨烈车祸 当场毕命 地点也是在葡萄牙 何优光是李婉华婚后 生下的第一个儿子 也是何鸿燮的嫡长子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他的去世令赌王伤心不已 更对李婉华造成了致命打击 巧合的是何优光去世没多久 蓝穷英移居加拿大 搬家的原因一方面可以照顾年迈的父亲 一方面帮助赌王料理加拿大的生意 蓝穷英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放弃争宠 其美貌惊人的大女儿何超穷 已经小有名气 且深受父亲何鸿燮的喜爱 90年代何超穷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家业 慢慢成为赌王一家最有能力的女强人 二太蓝穷英虽然没有四太连安琪高调 但其实她才是赌王四方太太里最大的赢家 不仅是因为她是何超穷的生母 更因为她所生的五个子女 何超穷 何超凤 何超侠 何超依 何游龙 如今个个身价百亿 成为赌王家族里最出色的后代 所以二方小女儿何超依 对三太和四太一直不认同 曾公开说过 三太和四太都只能算是赌王的女朋友 何超依曾经在采访中描述过她小时候的生活 妈妈和姐姐们对她礼仪方面要求很高 包括吃饭时候的礼仪 她还描述了上流圈子经常喜欢聚会的场景 可以看出二方的子女从小的生活圈子就跟上流社会紧紧相扣 二太蓝琼雄五个子女中最出色的是大姐何超穷 十几岁就被赌王有意当成接班人配养 在赌王去世后顺利接手赌王家族中大部分产业 让二方从赌王家族征产中成为大赢家 此前何洪生还在世的时候 二方和四方之间两股势力就争斗不断 后来何洪生去世之后这一点更加明显 尤其是在四方生了长孙之后 明显四方在何家有了站得住脚的理由 而二方的几个子女手里握有三张澳门赌牌 占据澳门赌界的半壁江山 是当之无愧的何家接班人 更何况对于四方的几个孩子还不够成熟 何超穷何优龙何超凤的优势也就更加明显 2015年何超穷以50亿美元成为香港女首富 2022年何超穷身价32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228亿 是名副其实的百亿名元 不过如今59岁的何超穷仍然是单身 二房女儿何超凤知名度远远不如姐姐何超穷 但她也是在赌王生前生意上最得力的帮手 赌王去世后也掌管家族不少重要的产业 2020年何超凤位列福布斯中国最杰出 商界女性排行榜第32位 身家高达500亿港币 何超凤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生了两个女儿 但最后离了婚 一直没有再婚 二房三女儿何超贾 也是赌王最没有存在感的女儿之一 她的外貌和在家族的影响力 远远不如何超穷和何超凤 但何超贾多年来致力于帮助香港弱势群体的慈善事业 遗传了赌王的公益性 何超贾至今单身 半生无儿无女 但也算生活得十分潇洒 身家被传近百亿 二房小女儿何超姨也是赌王最叛逆的女儿 也是二房子女中唯一一个没有进入家族生意的 但不妨碍她积攒200亿港币身家 何超姨早年开始进入娱乐圈 赌王十分宠爱她 不仅派保镖在片场保护她 还出资赞助女儿拍电影 不过何超姨虽然拿过影后 但在娱乐圈名气不大 二房四个女儿中何超姨也是唯一一个如今不是单身状态的 但她和丈夫丁子聪是丁克 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孩子 二房唯一的儿子何优龙 虽然不如姐姐何超穷优秀 但也是赌王在世儿子中最出色的 24岁的何优龙就被赌王安排接手一个连续亏损的项目 而何优龙用了三年时间就把这个项目做到扭亏为盈 得到了赌王的重用 开始进入家族核心产业 2022年 何优龙以160亿人民币财富位列2022年 大业大酒 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483名 虽然是百亿富豪 但何优龙在感情上十分专一 他和维他奶创办人的孙女罗秀因结婚20多年 一直很安爱 而且两人只生了一个女儿 因为何优龙心疼自己妻子生育辛苦 简直是豪门中的清流 赌王生前 袁佩去世之后 三房太太之间名正暗斗不断 但赌王去世之后 大部分产业落入了二房子女手中 不管是和逐渐低调的三太和四太相比 还是和袁佩相比 二太蓝穷英一生也算是最风光的了 袁佩在世的时候 原本也有一个被赌王寄予厚望的儿子 和四个出色的女儿 出身名门的袁佩本身很风光 但随着儿子意外去世 袁佩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掌房一脉开始没落 如今掌房子女只剩下两个女儿 赌王去世后分大的家产也是有限 从子女的发展来看 二太蓝穷英也算是大赢家 当然虽说和鸿燊有四房太太 但实际上他名门正取的 只有大太太李婉华和二太太蓝穷英 而其余两房太太与其说是妻子 叫女朋友更贴切一些 因此即便和优君和优亨 和超盈和超新 还有那个被四太太隐藏起来的和优邦 年纪尚小 前途无量 但这要说起来 最终还是赌王的私生子罢了 因此这个和家长孙 虽说留着和家的血液 但奈何四太太梁安琪都无名无分 长孙自然也是如此 而这也是二房家的优势所在 更何况相比于三房太太的软弱无力 大房太太的体弱多病 二房太太蓝穷英 一直都是梁安琪的对手位置 更是唯一一个 能够真正压制住四房势力崛起的存在 但如今 蓝穷英去世 未免也会发生天平失衡的情况 二房家剩下的几位子女 是否真的是梁安琪的对手 同样也是未知数 蓝穷英十四岁那年嫁给何鸿燊 正式成为了和太太 她把自己全部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和家 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 做如何成为和家的好妻子这一件事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她一生注定不会平稳 前有大太太李婉华 在何鸿燊内心生根发芽 后有陈婉珍 梁安琪两人争相 对蓝穷英造成威胁 在和家这些年 蓝穷英过得并不顺利 年轻的时候 蓝穷英出落的亭亭玉丽 搅好的面庞和玲珑的身材 更是难得的美人 有时候也会想 如果当年蓝穷英嫁的不是何鸿燊 如果蓝穷英只是嫁给一个普通人 那她的一生会不会过得更加舒适 轻松一些 14岁见了一眼就爱上的人 何鸿燊是蓝穷英的生命全部 是她白月光 也是她的梦想 但对于何鸿燊来说 蓝穷英只是自己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是其中一个 而不是唯一一个 或许从蓝穷英决定嫁给何鸿燊开始 她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蓝穷英一生为何鸿燊生了五个孩子 并把每一个都培养得成熟稳重 各顶各的都是何鸿燊的得力帮手 为何鸿燊排有解难 很多人嘲讽蓝穷英把生活过成了公斗剧 斗完大方斗四方 天天上演现实版甄嬛传 但谁又能曾想过 其实在甄嬛传当中 华飞才是真正爱着皇上的那一个呢 还有哪些人物是你想听想看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给我哟 谢谢大家